回头讲讲老师的 就是童年的故事好了 小时候通常我们 许多创作人的背景 都会有一些回忆 都跟涂鸦 或者说是涂涂抹抹 写写东西有关系 所以您在小时候 有任何这种创作的基因吗 其实我应该这么讲 我的祖父 他其实是学校的教务人员 在屏东中学的时候 他当时当 我觉得因为时间蛮久的 他当时当到主任 还是... 不过在这样的印象中 坦白说在那个年代 其实我是家族里面的长孙 对我一定有相对的 期待跟希望 那不瞒您说 拒绝联考的小子 那种个性我也曾经经历过 太腻了 不过还好我觉得 我找到自己归属的 让我最自在的一个环境氛围 就是在高中 国中这个阶段 我开始找到我喜欢画画 它是一种情绪的书法 可是当然在家族也会觉得 画画好像是一个 对未来不是那么清楚的 一个选项之一 都是这样 对 但是我很庆幸还好 我的家族肯放手 肯放手让我走向正轨 不然我就算我压抑下去 可能我做的事情 不是像我这么有热情 有乐中 其实会是这样的结果吗 我会更好吗 还是我会是有这么多的人身体悟吗 那我现在回归到我现在 自己对我的小孩 是 一样我觉得最大的保障是 他能找到他自己想要的 对 这是最大的保障 是 其实在这样的乐趣 我小时候就算我涂涂摸摸 画画 这些过程来讲 它其实是跟我自己一个 另外一个很宁静的自己的对话 对 我非常感谢我爷爷把我名字 取得那么好 小童 其实我常常跟我朋友分享 我现在已经四十几岁了 一路走来 常常一路扶持 我会觉得 我只要无愧的 对我心中那个小男孩 说其实你还做得不错 是 那我就很开心了 其实我在生活中 也受到过很多的挫折 创品牌毕竟不是容易的事 可是有常常独处的时候 心中的小童会出来 我刚刚有跟你讲 回到最单纯 最简单的想法 其实或许就很简单了 就可以帮我度过那一个艰困期 实际上我常常说 只要是我做的事情 是我喜欢的 能让我快乐的 设计常常会去计较 它会不会卖 会不会受欢迎 可是我回想 我切入这一块的时候 是因为我做了太多商业的设计 我想回到 真正能让我发挥 让我开始有感受 就是说我不相信珠宝 就只是价值的计算 我觉得它可以呈现 我刚刚的初衷 它可以是立体的 它可以是空间的 它可以是你佩戴在身上的 艺术表现 这样的初衷 让我在珠宝这一行 一路走来相对的快乐 才能度过很多面临的难关 刚刚老师一直在讲到 同音字 像一个小小的儿童 这个小孩子 始终在老师的心里 就很保佑初衷跟热情 那后来呢 在你喜欢突突压压的过程里面 你有就是去找科班 然后去练习 或者说后来念书的科系 选择了什么样的方向 我从复兴美工那时候 我就选择了工艺雕塑组 就在工艺这个立体的概念里面 那我开始沉浸在 就是说跟这些金属 跟这些刚硬的东西 在这接触过程中 我发现立体的空间感 其实是无缘否解的 我们讲说建筑系也好 或者说平面设计也好 视觉讲的是层次 可能我就这样子 我把很大的东西 我常常常把它在珠宝创作的时候 它是一个微型的雕塑 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我玩得很开心 以前一开始可能市场的试炼 固然是很珍贵的一个历程 他告诉我你的TA在哪里 你的成本控制怎么样 市场需求是什么 这些是无形中他给我的养分 给我的精力 这也是很宝贵的养分 可是我能融合我自己 之前的这些过往的训练 能让我在创作的时候 能让一个作品 不是只有一个面向 是 我觉得珠宝之所以有趣 当它从侧边看到你的空间感 看到你的精彩 对 其实那个东西才是一个亮点 它会让你很驚慌 而不是珠宝在那边闪闪发光 告诉你我很贵 我很贵 这样的乐趣是不同的 是 我常常觉得做艺术创作 或者做珠宝设计 它假如是我一个纯粹而觉得 我能经营在其中 玩得愉快的时 它的成果出来一定会很美好 是 所以我也 而且我上次去西班牙去看了 皮卡索的作品 我才发现它真的功力很好 它画的画作 它也有写实派的画作 可是它终其一生 最后在追求 我想珠宇也知道 就像小孩子一样画画 那多困难的 那真的很困难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心无旁骛 我只是为了画画 是 那我设计假如说 我能回到那样的初衷 而我常常说我希望我的作品 它是可以让人跟生活中 可以实际有伴随有故事的 而不是被锁在保险箱的里面 那我珍藏的 那个对我的出发点的观念 是完全不同的 是 这个确实 这个建筑也是一种设计 空间的结合 那小小的珠宝也是 一个很大 一个很小 但它都有层次感 都有许多可以让你穿透 去感受到它的结构 那但是相对来讲 珠宝就这么小 就是那个是要很专注的 或者说是很细致的去呈现它 相当不简单 我那时候刚投入到这样的 跟社会接触的时候 台湾还没有所谓珠宝设计 这个值支撑过 那因缘机会我跟香港 因为工作关系 跟香港有接触 然后发现亚洲的珠宝设计 香港还确实是个零头牙 那就这样子有一个前辈 他带领到我进入的这一行 其实珠宝是很封闭的 你没有业界的人带你进入 蛮难拿到第一张 进入珠宝街的门票 不能透过正常的面试管道 或者是 在那个时候 是没有所谓包子的那个 植物球自然 分在广告里 从来没有看过珠宝设计 所以就是要靠人跟人的交接 因为珠宝它是属于 在台湾是属于传统产业 那所以传统产业 它的特质是师承 师徒 对 所以在这样 你要进入到这领域 你必须在这样的一个 闭设的领域如何去 让他们接受 OK 那当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点 我进到这领域之后 我发现它可以让我去把 所谓的这个 艺术创意的想法 在这样的物件上去表达出来 因为刚开始我们在 社会上的领域 不管你接触的一些 产品设计也好 都是商业性的 是 那商业性的设计 其实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是 如何让它更有艺术价值 那时候只有两种路 不然就走纯艺术 Art 不然就是要走商业的设计 是 那我发现珠宝领域 在这样的城前 我发现它有一个独特的东西 就是它的材料是天然的 对 这样天然的材料 你如何赋予它 一个再创的面貌 是 这是我可以发挥的 所以我就觉得它就可以 跟商业有一种平衡 不会那么的被制造 是 这个东西是有趣的 了解 所以这个我应该说 代工是我很好的一个 对这个业种的了解的 一个深度的历程 对 可是在于创作来讲 融入我之前所学 跟我期待的 它达成我的方向 所以不这也是运气 就像你刚才讲 也碰到一个愿意带着你的 就是说把把你从一个 可能差一点 真的要走上纯艺术的 一个林老师 带进了一个 可以接触一点商业领域当中的 一个创作者 对 不过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 就是老师在带领的团队 还有品牌经营的这段时间 16年 他们做了很多的发明 申请很多专利 这个很有意思 就像刚刚您讲那个 新砍箱 什么叫新砍箱 OK 其实 这样有趣的是说 国家发明奖 这样的奖项的竞赛 它必须是要有市场机制的 所以我一定要先经过 我专利申请的门槛 是 然后再证实你的作品 有市场力 然后能销售 是 所以这个跟一般的 比赛不太一样 比赛是不一样的 必须真的是 真才是 我还记得我2013年 您讲的时候 因为它多半都是生机产业 科技类 然后 我想也是 对 很想有珠宝业吧 没错 上台领奖的那些 得奖的名称 我自己都觉得像外星文 什么阿法社线什么 我就觉得 当我上去领奖的时候 主持人就讲 就是说 恭喜得奖者 然后最佳设计奖 林晓彤作品戒指 我旁边的医生还问我 请问你的戒指 是可以两心跳脉搏 我还是有监测学堂的功能 他以为是某一种 医疗技材吗 他以为是有这样的功能 其实我觉得 我很开心的一点是 我们的产业开始对美学 注入了很多关注 我之所以能得这个奖 当然造型上 有它的差异性 就像我提到那星坎香 它的差别是 我们一般的婚戒 好像就是一个圈 一个戒台抓住一颗钻石 是 可是我希望它能赋予 真正的意涵 它能记忆的是 男女承诺的那个瞬间 其实我愿意答应你 心中就有一个声音 那个是很微妙的 只有两个人才听得到 是 心坎的声音 是 就咳一声 所以我就希望把这意向 投注在这样的作品里面 当我把这样的理念跟 跟那时候 在 在 评审的过程中 我们要面对那些评审 还要讲 你的设计理念 你的发展创意 那这些过程 我想在在他们就觉得 作品开始有灵魂 有生命 这是我努力要做的事情 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工法 可是这个工法 我们研发了两年 是 因为在一个钻石的腰围 这么薄的地方 对 我要靠一个 金属的张力跟工法 只在一毫厘的地方 去把它钻石抓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常充释的 既然是 舊的 在 《 杉矶的 我觉得珠宝就不是价值的计算 而是它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尤其是婚戒对许多人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回忆 那么这个婚戒 它可以露出更多漂亮的钻石 但是有很多的功法 在这里要去思考 果然也就得到了发明奖 如同刚刚您老师讲 这发明奖得奖也不简单 它不是只能空想 你还真的要有商业执行的可能 才能够得到这个奖项 当然OK 坐在旁边那些人 一定也觉得你是外星人 你觉得他是外星文 他们也觉得你是外星人 总之他们就打造了 不太一样的珠宝 休息一下 也请您老师介绍 今天带了许多的作品来 那么这些作品 每一个都有特色 甚至还看到的浴石也在上面 对不对 不是只有钻石 休息一下 再回到创意斗脑盒 在今天创意就脑盒 我们介绍的品牌是林晓彤的珠宝 那么林老师在过去得到发明奖 当然他也在世界各地展露头角 同时也很跨在两岸 有许多的这个专柜 那么更重要的是他所提到的 这个品牌的价值 还有他的产品的特色 刚刚我们也讲了很多创意上的事情 可是最后去执行的这些工艺师 会不会对您有一些意见 就是说林先生 你设计的这个我很难处理 这个有很大的挑战 而且是非常大的挑战 是吗 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对《玉》 在我的作品系列里面 我们的有一个随遇而安的系列 就是我希望赋予我们华人 对《玉》的印象 有个新的视觉的感受 那可是我们要颠覆这样的 创意的时候 不管从材料端 从制成端 我刚刚有提到 珠宝可能是一个传统产业 它都是石层纸 对 所以当我要去 企业一个新的玉的面貌的时候 我要颠覆他们的想法 我去买到 我去买到玉料 可是我把图形设计都画好了 是 去找那个钓鱼子 我跑遍香港 内地跟台湾 最后我还是回到台湾来制作 因为香港跟大陆 他们都是规模市场 所以当这些材料你给它的时候 它就很头痛说 你玉为什么要叼成这样 是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颠覆他们很大的传统记忆 对 直接触个玉镯就好了 你干嘛呢 你讲得没错 就是大家既定中玉就是长这个样 对啊 可是你不挑战它 你很难有新面貌情形 是的 太棒了 当然材料我是从材料端去看创作 就是说玉石跟我们华人 有很深刻的连接 百分之八十的华人 其实小时候 父母都给他佩戴过衣 可是到了某一个时间 你就跟他梳理了 对 就觉得他很吃老派 对 所有玉石 所有的宝石里面 有这么美好的宝石与会的 就只有玉石 它宝石不管是温润 美好 或者是代表我们华人 谦卑 优雅 这些东西其实民族 都有一个民族保持存在 像日本人 他们对珍珠 能佩戴这么自在 他们就觉得珍珠 就像我们民族的个性这样 那玉石就是我们华人的 共同语言 可是它被呈现的面貌 一直都是这个样 除了传承下来的龙凤 或者是那些所谓的公仔 就是例如像弥勒 观音 都有很自私的切割方式 那他们蛮难去开创 市场性的创新 因为我们在一个 预料取得的时候 雕玉石它通常 不希望你限制它 他们是从材料端去看 那因为越来越 这材料越来越珍贵 真的是剔除掉的部分 是你雕掉一刀 就是金钱的损失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都是去腹存青 就是你今天 玉石上最好的部分 我把它保留 保留最大的价值量体 那其他部分我就剔除掉 或者用雕法来掩饰它 例如像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雕龙刻锋 或者是那些藤蔓的造型 它就是随着玉麥的颜色去走 了解 这也是一种记忆 其实也合理啦 也合理 可是它没有办法 跟我们世代人去接受 就是说今天可能 我们今天在佩戴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跟生活或时尚 达成一个很好的连结 当你在接受它的时候 只剩下价值的论述 只剩下什么种头 翡翠 冰种等等 你不觉得这样保持很没有情感吗 是 可是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 我第一次想做的时候 我只是把这一个东西 变成我们华人 对情感的伴随或思念 是很好的材料跟物件 对 在我赋予它新面貌的时候 我必须自己 不管你看到的那个玉修 或者青鸟 这些都得我自己就像 就像一个 我常常觉得就很像那个 Pinocchio里面那个老爷爷 我先叼那个小小的塑形 我就觉得 期待它会活灵活现的呈现 我叼好了这样的一个出魔 我才能去找钓鱼师跟他谈 你就找我的心里叼 你耗掉的成本 耗掉的那些 我都是你吸收 对 我吸收 可是他们很痛苦 因为他可能一天 他调那个龙凤沛 对 他可以调个十来件 百来件 他太顺手了嘛 对 顺手 对啊 闭着眼睛的记忆 是 可是雕我们的东西 他一天可能调不出一支 所以他想想 还是没有办法 那我回来好不容易找 那我们台湾传承的这些 技术的这些钓鱼师 我慢慢跟他谈说 你放心 我们来做一件新的事情 材料我都提供 那我需要你公益的价值 是 这种又是一种沟通 我很开心在自己这块土地 找到这样能保存下来的价值